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重要的呢 它是一个能量的汇聚所 它是一个资源的汇聚所 它也是一个创意的汇聚所 现在你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是一个咖啡厅 那是老师担任院长的时间 那跟大公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就也拿到了 就当时也跟他争取了这一批来到台湾这样子 怎么样把这么传统的古典的 甚至是中古世纪的这样的一个石膏的一个艺术作品 跟一个当代空间 而且是跟咖啡厅去结合 所以这个咖啡厅的设计 我们也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装置的概念来处理 这样子 三楼它那个一块墙壁倒下来而已这样子 那个墙壁倒下来之后 就创造了这个空间的另外一个层次就对了 那为了我们在布展的时候 当然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的一个变化这样 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二楼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当然也有它一个蛮重要的 蛮大的特殊性就是它挑高 而且它非常的明亮 然后它整个光线跟外面之间的关系是 非常的非常的直接 Mantoo这个美术馆 将来在这个美术馆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展览呢 它可以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个展示的方式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当代的艺术的展示的一个非常好的场域 我们都知道前辈画家十个九个大概都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当时的这些年轻学子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启蒙之后呢 到东京美术学校 然后再去受到一个更严谨的西洋美术的训练 然后成为我们的近代美术家 所以我们第一个展览是跟我们学校的校友 跟台湾近代美术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Museum里面呢 它不会只是单纯的一个展示的展览的空间 这个空间未来的运用跟发展呢 其实我个人是期待 它是一个非常跨领域的一个汇聚所 那些平台 AA 都有我们在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